好 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信息是 数算自己的日子 这经文是在诗篇90篇 诗篇90篇 那我麻烦大家打开圣经 或是用你手机上的圣经软体 我们一起来念诗篇90篇 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 所以大家先把圣经打开 翻到诗篇90篇 好 翻到我们一起来读 请 主啊 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 诸山未曾生出 地于世界你未曾造成 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 你使人归于尘土说 你们世人要归回 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 又如夜间的一根 你叫他们如水冲去 他们如睡一觉 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 早晨发芽生长 晚上割下枯干 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 因你的愤怒而惊慌 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 将我们的影恶摆在你面光之中 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 我们度尽的年岁 好像一生叹息 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 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 但其中所惊夸的 不过是劳苦愁烦 转眼成功 我们便如飞而去 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 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 晓得你的愤怒呢 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好教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 求你转回 为你的仆人后悔 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 好教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 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 和我们遭难的年岁 叫我们喜乐 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 愿你的荣耀让他们子孙显明 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 愿你建立我们守所做的功 我们守所做的功愿你建立 好十篇九十篇 你看到他前面有写一个是谁的祷告 神人摩西的祷告 所以十篇九十篇是摩西的叹息跟祷告 其中前面一到十节 是摩西在叹息中 他对人生的领悟 为什么说是叹息呢 因为摩西的一生 所经历的比我们一般人来得深刻 你看他一出生的时候就被丢在河里 被埃及的公主捡到之后 成长在埃及的王宫当中 他过的是一个王子的生活 这是一个令人羡慕的生活 认为是很美好的 可是当摩西四十岁的时候 他想要去解救自己的同胞 结果有没有解救成功 没有 只是打死了一个埃及人 就怕东窗事发就跑到旷野去了 他的王子身份并没有办法保护他 他就开始在旷野做了一个放逐的日子 他在那边成为一个米店人的女婿 做了一个寄居的人 在那边放牧羊 牧羊牧了几年 又牧了四十年 所以就到了八十岁 没想到就在他八十岁年老的时候 他可能对于能不能回去见家人 都已经不抱希望的时候 神这时候才呼召他 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 所以接下来他从八十到一百二十岁 这四十年的时间 又担负起这个重任 带领以色列百姓要出埃及 在旷野中预备要进入到迦南地当中 那是神所应许要给他们的土地 那摩西最后这四十年轻不轻松 也是不轻松的 对 旷野他所带领的这群百姓 基本上是一个悖逆神的一带 他们在旷野中接受试验 预备好 他们要进入到应许之地 所以你看摩西这一生 他经历过王子的尊贵 又在旷野被留 在那边被等候的日子 最后又带领以色列百姓要出埃及 他作为一个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领袖 他有没有经历过同胞的拒绝 有啊 你看 他们在旷野里面 只要一杯水喝一杯食物吃 他们向谁抱怨 就是向摩西他们抱怨 而且他也经历过背叛 经历过背叛 甚至他最喜欢的 跟他最亲近的 他的姐姐 哥哥 米利安跟亚伦 是不是也为了权力的缘故 在那边控告他 所以你看他经历过这种背叛 经历过这种拒绝 所以你看他的一生是很波折的 他甚至后来因着长期的 忍受同胞的争闹 有一次他终于动了邪气 他也生气了 他那一次没有按照上帝的吩咐 上帝是叫他吩咐磐石出水 他就拿了杖怎么样 击打磐石 就是那一次 让他就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进入到迦南地 他曾经跟神求了好几次 都被拒绝 最后就死在荷尔山 所以摩西在他这转折 很大的人生当中 对他来说有许多的叹息 所以他在叹息中对人生的看法 也比我们一般人来得 更加的有深刻的领悟 所以我们今天就先来看摩西 他在这个叹息中 对生命的领悟有哪些 首先他领悟到的是 人生比想象的短暂 在三道四节说 你使人归于尘土说 你们世人要归回 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 又如夜间的一根 摩西很清楚 神是永恒存在的神 而人则是一个有限的生命 至终要归回哪里 归回到尘土当中 而从神的眼光来看 就是从一个永恒的眼光来看 那个千年几千年的日子 在永恒的眼光当中 好像就是像刚过去的昨天而已 或是像半夜里的几个小时 这么短的时间而已 就时间在永恒的眼光中 是一个很短暂的 那对我们人来说 时间事实上也比我们 所想的要过得还快 也许你在当下你没有感觉 可是当我们从一个回忆的角度 来看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也会觉得 时间有没有过得很快 有啊 特别是当你年纪越来越增长 这种感觉会越来越强烈 像我还记得 我跟我妻子刚开始交往的一些事情 我也还记得 我的小女儿出生的时候 小baby的时候 他们的一些事情 可是转眼之间 有一天我就突然发现 我已经逼近五十大关了 然后我的大女儿居然已经读大学了 哇 你会发现过得好快 你有时候觉得回头看那个往事 好像什么 历历在目 对吗 好像就是才不久前发生的事情 哇 怎么突然这么快 这么大的变化 所以你知道人生有时候 我们想起来真的比我们想象的 要怎么样 短暂 这也是摩西的领悟 那摩西第二个领悟是 人生比我们想的要无常 要无常 在五到六节说 你叫他们如水冲去 他们如睡一觉 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 早晨发芽生长 晚上就割下枯干了 摩西这里用三个图像 来描写人生的无常 第一个好像是如水冲去 代表当事情发生的时候 就好像那个大水来到一样 挡得住吗 挡不住啊 就是这样 事不可挡就这样发生了 然后也好像睡一觉 人生有时候真的让你觉得 好像睡一觉那种 很短暂的感觉 然后另外一个是草的比喻 就可能你早晨才刚刚看到一个草 开始发芽生长起来 晚上回来看 它就已经割下枯干了 哇 你会很惊讶 怎么会这样呢 这是你没办法预料的事情 人的一生就是充满了这样 无常的特性 没有办法抵挡 短暂 没有办法预料 真的我们看人生很多时候 真的好像睡一觉起来 好像一切就改变了 一切就失去了 好像睡一觉起来 你的女朋友就没了 或是股票就跌了 或是公司就破产等等 人生真的比我们想象的要无常 你知道像我前几个礼拜 才去看新装的一个会友的孩子 那个孩子就是一个 才国小三年级 基本上就是一个 好动活泼的小男孩 然后他妈妈带我们教会聚会 他就说大概在几个礼拜之前 他看到他孩子的腿上 开始有一块瘀青 他想说这一定是小孩子很顽皮 顽皮就会撞到 就会有瘀青 可是他们学校老师问他说 你是在哪边撞到的 他又没有印象 反正就有个瘀青 所以他妈妈也不在意 可是后来瘀青越来越多 连手上都出现瘀青 他妈妈还是觉得说 你是不是太顽皮 到处撞 到处撞 一直有瘀青 然后后来他在 来参加小组聚会的时候 就在最后带倒四项的时候 去讲了这件事情 没想到就一连好几个姐妹 至少三个姐妹都很严肃的 跟她讲说 你一定要赶快带你孩子 去看医生 因为这些姐妹的提醒 她才讲到说 好像是不是真的不太对 她就想到说 她有一个同学是做医生 所以她就把她那个孩子 瘀青的状况拍一个手机拍一下 然后赖给她的同学 请她看一下 没想到才赖过去 大概十分钟 她同学就打来说 你赶快带你小孩去挂急诊 这可能很严重 她就吓到了 真的啊 这么严重 所以她就在礼拜天的时候 晚上她就带她小孩去挂急诊 没想到一抽血检验 她那个血小板的指数 已经掉到六千了 一般人大概是十几万 你知道吗 她已经掉到六千 这很危险 赶快住院紧急的治疗 赶快住院紧急的治疗 后来我跟我太太 就赶快去医院看她 为她孩子祷告 祷告完她也跟我说 你看旁边那个 因为那是台大儿童医院 都是病床上住的都是小孩子 她那个就跟我们讲说 你看旁边那个床上 那个是一个三岁的孩子 她已经罹患血癌了 所以那一次你知道吗 我探访完 出来真的有一种叹息的感觉 你如果常常跑医院 你会不会有一种 觉得人生无常的感觉 你会发现 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 都不是我们可以预料的 人生真的有时候 比我们想象的无常 这是摩西的一个领悟 那摩西在叹息中的 第三个领悟是 人生也有许多的无奈 人生也有许多的无奈 在八到九节说 你将我们的罪孽 摆在你面前 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 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 我们度尽的年岁 好像一声叹息 然后对我们认识神的人来说 神是不是好像一个 很严厉的检察官 有时候会觉得这样 你所做的任何事情 对神隐藏得了吗 隐藏不了 也许对人你可以隐藏得很好 在人面前你可以装成一个样子 可是当你来到神面前的时候 你的罪恶都会显在显现出来 对吗 哪怕是你里面一丝丝邪恶的想法 自私的欲望 在神面前都是一览无遗的 所以当我们要面对神 就一定要面对我们的罪 有时候会有很多的无奈 我们常常会告诉我们自己 特别在新的一年 或是你生日的时候 我们会给自己立定志向说 新的开始 我要有一个好的 养成一些好的习惯 我要变得更加的进步 对吗 我们会给自己立定一些目标 但是常常你会发现 有时候好像撑不了太久 我们好像又会回到圣经上所说的 我真是苦 立志行善 由得我 只是行出来怎么样 由不得我 所以有时候我们一生 常常会在这种自我的控告之下 有很多的无奈 这是摩西在探奇中的第三个领悟 人生真的有许多的无奈 最后摩西在探奇中的第四个领悟是 人生的最后 这是转眼成空 这是一个虚空 第十节说 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 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 但其中所惊夸的 不过是劳苦愁烦 转眼成空 我们便如飞而去 我们有时候可以看到一些 所谓的成功人士 他们很喜欢自夸的事 好像自己有多忙碌一样 好像忙着出差 忙着开会 忙着工作 忙着好像跟什么重要的人物 在那边会面 好像忙碌就等同于 他有很重要 他有多重要一样 然后越忙碌好像就是越重要 可是坦白说 当我全职开始成为一个传道人 在服侍一些生命来到尽头的人的时候 你会发现在人生最后的阶段 事实上人所在意的 还是你自己的家人 亲朋好友 是不是来到你的身边 对吗 你有看过有人来到生命的尽头的时候 会跟其他人说 你去把我的劳力士手表 把我的奖牌赶快排到我的身边来 有人在这样讲吗 没有 那时候你根本不会在意那些事情 人到生命尽头的时候才会发现 真正最重要的还是那个关系 对吗 自己的家人 自己的亲友 教会的弟兄姐妹 在他旁边 那才是重要的 所以你看到 如果以这样来看 你在那边所追逐的 事实上到你人生尽头的时候 是不是一点用处都没有 摩西的真的是很深的叹息 人生强壮可以到七八十 可是你在那边夸耀 在那边所追逐的 到后来你会发现 都只是那些劳苦愁烦的事 回头看 人生真的是一场空 所以对于人生的领悟 如果你要到八十岁才领悟到 真的有时候 实质的意义已经不大了 你可以想象 如果今天有一个人 他已经躺在病床上 甚至还要带着氧气罩 就算他的钱很多 可是他的孩子可能都已经结婚 都已经远离他了 早就已经远离他了 他自己可能也走不动了 到那个时候 他才在想说 我以前好忙啊 现在好想跟家人 在一起好好的吃个饭 要去哪里玩啊 如果我现在可以再有一次机会 我可以在年轻体力好的时候 我要带全家去做什么 都已经躺在病床上 带着氧气罩 才在想这些事 你觉得有意义吗 真的没有意义 真的就是虚空中的虚空 那我们要如何做呢 摩西除了叹息中的领悟之外 摩西在接下来十一节 他还有摩西的祷告 这就是重点了 摩西的祷告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 摩西在十一到十七节 是摩西在叹息中的祷告 亲爱弟兄姐妹 事实上要服侍神 就应该怎么样 趁早服侍 对吗 要带家人出去玩 去吃个好吃的 你就应该在你体力好的时候 就开始做这件事情 不要等到你年老走不动了 不要等到你孩子都离开了家了 才在想这些事情 才在想这些事情 所以摩西的领悟 让摩西知道他要怎么祷告 他要怎么祷告 希望我们不是等到年纪很大 才来开始做这个祷告 而是可以在现在 我们就要开始做这个祷告 因为你没有人知道 你是不是像摩西一样 到八十岁以后还可以再活个四十岁 我们并不清楚 我们应该越早就开始像摩西一样 做这些祷告 那摩西到底祷告什么呢 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 摩西的第一个祷告是 祷告神 知道怎么样可以数算自己的日子 怎么样可以数算自己的日子 11 12节说 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 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 晓得你的愤怒呢 求你指教我们怎样 数算自己的日子 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人生很大的不幸是什么 是不知道去数算自己的日子 以为人生会一直这样过下去 幸福的人以为会一直幸福下去 不幸的人以为会一直不幸福下去 事实上人生是有一个季节的 就好像一年有春夏秋冬那样的季节的变换 每个季节做不一样的事情 也有不同的风景跟风貌 我们人不会永远年轻强壮 我们也不会永远是小孩 我们总是会经历人生不同的阶段 所以人一定要知道怎么去数算自己的日子 才可以有智慧过我们的日子 什么是数算呢 就好像你今天开店做生意 每天营业结束之后 你要不要计算一下今天的收入 你要不要算一下今天到底是赚还是赔 要不要 要啊 你不能都不去管这些事情 就做做做 然后都是赔都还在做 后来就倒闭了 不是这样吗 所以你每天总是要结算一下 我今天到底是赚还是赔啊 才不会在那边好像变成好像白做工一样 所以数算简单的说 就是要有一个评估的基准 那那个评估的基准到底是什么呢 你从这个经文可以看到 摩西在祷告求神指教我们怎样 数算自己的日子之前 他提到的是 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 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 晓得你的愤怒呢 那指的是上帝对吗 上帝的愤怒 上帝的权势 数算日子 为什么跟明白 神的怒气的权势有关系呢 因为时间跟生命的气息 都在谁的手里 神的手里 我们一生的计划 都在谁的手中 在神的手中 所以叫人生看似短暂跟无常 事实上一切都在神的手中 所以如同摩西的领悟 只有神是我们世世代代的居所 只有神是从亘古到永远都不改变的 所以当我们敬畏神 当我们知道神是那一切的源头的时候 我们的标准 我们那个数算的标准 就是要从神的眼光 来数算我们的日子 你要从神的眼光来数算自己的日子 也就是要从一个永恒的眼光 来看我们今日当做的事情 你要去明白人生的季节 简单的说就是要提醒我们 要按着上帝的心意 重新去评估你自己的生活目标 你不要把目标放错了 那就是在浪费时间 也是在浪费生命 像很多弟兄很多男人 都很习惯把工作赚钱当成是什么 最重要的 他们常常为了工作 把家庭放在一边 每其名的他可以说 我这么辛苦 还不是为了要这个家 我还不是为了赚钱来供应这个家的需要 但是实际上很多时候 是在满足自己的野心 对吗 是在满足自己里面的那个贪婪的欲望 所以当这样放错目标的结果 他就可能会错过了他孩子成长 他要陪伴的时间 他也错过了 他也没有好好的去跟他的妻子 好好的去经营婚姻去培养爱情 所以以至于也许到后来 他也许钱赚到了 可是他会发现空有一个大的房子 有没有家庭的温暖 没有 他跟他的妻子跟他的孩子 都没有办法沟通 甚至搞不好他的孩子 在青少年时期已经开始产生问题了 也许他在事业上很成功 可是却在孩子的问题上彻底的失败 他会发现他赚到了钱 人生却不知道为何而忙 真的我就很感谢神 因为我在全职以前 我在信耶稣以前 我那时候还在电子公司做事 我的观念真的有点是这种想法 我觉得我每天上班都很累了 在那边赚钱 孩子的事情应该是交给太太就好了 对不对 我就负责拿钱回家 然后我太太来负责教养孩子 那个不关我的事 我那么累了 我哪有时间 对不对 我那时候想法也是这样 可是当我信了耶稣 在这个信仰当中 透过神的话语 我明白弟兄是家里的头 你不是只是拿钱回家就好了 而且从圣经当中 我们也明白生命的优先次序 首先就是你跟谁的关系 神的关系 对吗 再来就是你跟家人的关系 关系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透过信仰 透过神的话语 从神的眼光我明白 今天不管我再忙 我要不要规划出时间 要我还是要规划出时间 好好的去经营跟妻子 跟孩子的关系 这是必须要做的 这是做一个丈夫 做一个父亲 你不可以放下的责任 否则这个家庭 没有办法去有一个温暖的家庭 所以当我明白以后 我就开始去这样做 后来我全职服事以后 坦白讲我有时候觉得 比以前在电子公司 还要工作还要忙 可是我跟家人的感情 反而始终维持住 甚至还可以更好 我甚至还常常有时候 会带孩子带家人去 吃一些好吃的去玩 我自己很清楚 这正是信仰带给我的帮助 让我没有在迷失在工作当中 让我知道怎么样 从神的眼光去数算自己的日子 所以我才没有去错过 跟我孩子相处的那个时间 没有错过 好好去跟我妻子经营婚姻 经营那个爱情的时间 这是因为从信仰帮助 从神的眼光 可以去知道什么 数算自己的日子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时常求神引领我们 从神的眼光 来数算自己的日子 从永恒的眼光 来看我们今日当做的事情 按着上帝的心意 去定定目标 跟做出选择 这是摩西教导我们的 第一个祷告 要祷告 求神帮助我们 从神的眼光 来数算我们的日子 我们才能活出一个 自由自慧的人生 摩西的第二个祷告是什么 摩西的第二个祷告是 祷告神就能早早的 保得你的慈爱 我们一生一世 可以怎么样 欢呼喜乐 13 14节说 耶和华 我们要等到几时呢 求你转回 为你的仆人后悔 求你使我们早早 保得你的慈爱 好叫我们一生一世 欢呼喜乐 所以我们除了知道 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之外 还要加上什么 早早的保得慈爱 你如果等到八十岁 才保得神的慈爱 那当然还是很好 可是如果可以八岁 就保得神的慈爱 好不好 那当然更好 那我们就可以 更早的时间 就可以领受神的慈爱 一生一世欢呼喜乐 这不是更美好吗 神是慈爱的神 祂是叫我们福悲满意的神 神不是只给你 那一点点的恩典 祂要给你的祝福是怎么样 跟你旁边都是饱饱的 神要给你吃饱饱的祝福 祂要叫你欢呼喜乐 那要怎么样 可以早早保得神的慈爱呢 你从这两节经文可以看到 就是要求神转回 为你的仆人后悔 神如何会后悔呢 现在弟兄姐妹 神的后悔是建立在 人的悔改上 神的后悔是建立在 人的悔改 当人悔改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做这样的祷告 求神转回 为你的仆人后悔 人越早的悔改 就可以越早的怎么样 经历神的慈爱 摩西祷告 早早的保得你的慈爱 也是我们需要 常常祷告的 因为我们人 总有犯错的时候 对吗 就算你信耶稣了 你都不会犯错吗 不不我们还是有犯错的时候 我们还是有犯罪的时候 如果你晓得神怒气的权势 你就知道要敬畏神 不要跟神怎么样 过不去 对吗 不要跟神过不去 神是有慈爱 有怜悯的神 你只要早一点悔改 就可以早一点 经历神的慈爱 可以过一个 欢呼喜乐的人生 你不愿意悔改的结果 是怎么样 就是在旷野 一直在那边绕 对吗 你就在旷野 一直在那边绕 生命得不着 上帝原本要给你的祝福 这就好像有点 我们丈夫跟妻子之间的关系一样 如果今天跟妻子吵架 请问最好的解决方式是什么 跟你旁边弟兄说 丈夫早点认错悔改 丈夫早点认错悔改 真的千万不要为了男人的面子 在那边撑着 在那边撑着 那是没有意义的 硬撑的结果 妻子不快乐 请问你会快乐吗 你也不会快乐 可能连饭都没得吃了 早点认错悔改 就可以早早保得妻子的慈爱 对不对 吃到妻子所煮的饭 所以真的是这样 悔改信主 也就是我们要越早的承认 靠自己是不行的 对吗 你要越早的承认 靠自己是不行 这是越早越好 让我们可以早早的保得神的慈爱 一生一次都可以去活在神的恩典当中 欢呼喜乐 真的像我自己悔改信主之后 生命就经历神很多大能的调整 包含我不再沉迷在打电动当中 我可以开始去对付我自己的脾气 我主动的跟妻子跟小孩道歉认错 跟家人的感情可以更好 这些我很清楚 这些都不是靠我自己可以改变 这不是靠我自己可以改变 而是神的慈爱 祂的恩典的作为在帮助着我 所以我们信主之后 我们通常会有一个感觉是什么 应该要早一点信主 是不是这样 应该要早一点信主 你去想想 你当初自己在那边所坚持的 在那边抵挡神的 你现在回想起来 有没有觉得很可笑 很没有意义 当初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 真的就是越早的悔改 越可以经历到神的慈爱的恩典 像我刚才讲 我们新庄会有他所遭遇到的事情 对吗 他的小孩突然发生这样的事情 他之前也有一段时间离开神 可是后来他就来到我们新庄信母 他会聚会尾声 真的我就看到在这件事情上 他自己跟我们分享 他觉得他经历到神的保护 你知道就像他在 我刚才前面讲 他在小组聚会一分享这件事情的时候 马上有至少三个姐妹 很认真严肃的跟他讲说 你一定要赶快带你的孩子去看病 所以当他给他同学看那个 他孩子的照片 孩子告诉 那个他同学打电话跟他讲说 你要赶快去挂急诊 去那个台大儿童医院 然后还跟他讲台大儿童医院有哪个权威的医生 专门对这方面是有权威的 可是我们都知道权威的医生好挂吗 不好挂 可是他没办法 他本来还想说 我要不要礼拜三去挂门诊就好 不用那么急 可是那些他小组的姐妹一直催促了他 他同学打电话叫他要赶快去 所以他还是就在礼拜天晚上 他就去挂急诊 可是神真的很安排很奇妙 他去挂急诊 一般好不好安排病房 台大你们觉得 不好安排你知道他当天晚上就排到病房了 病床了 而且马上真的就是由那个权威的医生来接手来看 而且当他那个医生来看 看他小孩之后 他才知道 那个医生 事实上礼拜三就要出国了 所以如果原来照他的安排 礼拜三才去挂门诊 这样会怎么样 就扑空了 看不到了是不是这样 神都有安排 礼拜天就进去 然后就有病床 然后那个医生就来接手看 礼拜一礼拜二 就把该做的治疗 该弄的药物通通都安排好了 所以到我们去看的时候 哇 那个孩子已经恢复了 精神都恢复了 已经在那边跟其他小孩子在那边玩了 现在已经出院 在那边观察当中了 神有没有保守啊 有 拍手把荣耀归给神 基督徒的人生 我们也有可能会经历到一些无常的事情 但是当我们转向神 我们会经历神慈爱的保守 阿们吗 这是最棒的一件事情 我再来分享一个 曹永山牧师的见证 这个曹永山弟兄 他从小生长在传统的 民间信仰的家庭 他跟着家中的长辈到处去求神拜佛 他年轻的时候赌信佛教 他还曾经担任过 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的首届法治长 他还跟新云法师 一同去那个什么 泰国的曼谷去迎那个佛牙 你知道吗 那个佛的牙齿 迎佛牙返台 当时他就抱着迎佛牙的时候 他心里面就想说 哎呀 太棒了 有了佛祖的保佑 未来的前途事业 必定是一片光明 没有想到迎佛牙的隔年 发生了九二一大地震 他那个房地产 受到蛮大的冲击 银行开始跟他追讨贷款 可是那时候他在台湾跟美国的房地产 都一直卖不出去 你知道那马上就出现了一些经济上的危机 没办法周转 经济上陷入很大的一个困难跟困境 然后为了解决经济上的压力 曹永山夫妇他们开始每天早晚 都跪在佛堂里面 在那边念经希望佛祖能解决这个问题 经济上的这个周转的问题 可是这样拜佛念经了一段时间 状况都还没有起色 他就想到他的女儿 他女儿在澳洲 他女儿那时候已经信主了 他想到他女儿那时候有跟他们传过福音 他想到就多管齐下好了 他就打给他的女儿说 你也为我们这件事情祷告 爸妈妈现在有这个困难 所以他女儿就开始请那边 教会的弟兄姐妹为他祷告 那时候他心里面想的是 我在这边念阿弥陀佛 他在那边祷告 这样多管齐下 这样应该比较有帮助 这样应该比较有帮助 他就想用这一招方式 用人的想法对吗 可是这样一个多月过去了 人就没有任何事才发生 还是很大的重担困难 不知道怎么办 但是人的镜头就是什么 神的起头 所以这时候 后来她的女儿就在电话里面 告诉她说 爸爸你如果想解决困难 那首先呢 就是我要在电话里面 带领你觉知信主 你不能再去拜其他的神明偶像 你要专心的信靠上帝 上帝一定会帮你解决困难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怎么办呢 这个曹永山一开始还是蛮诡诈 他想说 好吧 他说太太你先信主好了 我先不要信 太太你先去信主好了 我还是先不信 所以他的太太呢 就先去信主了 决志信主 但很奇妙的 在他太太决志信主之后 短短的三个月之内 他过去十年都卖不出去的 那些土地跟房子 就全部都卖出去了 就全部都卖出去 就把银行的贷款通通都还清了 当神的恩典跟祝福临到 他真实经历到 神是不是又真又活的神 神是又真又活的神 所以他开始就决定 他也要信主 他不再拜佛了 所以信主之后 他跟他太太就一起受洗 然后他们就把他们家里面 所有的神像 佛像通通都拆掉了 然后他们就开始到各处去 作为主作见证传福音 后来他们读了神学院 他也才成为一名牧师 他自己在那边分享 他过去当佛教徒的时候 他凡事都要靠自己行善 积功德 修持戒律 才能去换取那所谓的善报 所谓的善报 可是他说他做了那么多 他内心有平安吗 还是没有平安 可是信主之后 他知道他随时随地 可以向这位阿爸天父来祷告 这位天父会引领他 引领他人生的方向 他可以倚靠神的帮助 他说他在主里面 才拥有真正的平安跟真自由 所以从他的见证里看到 他们今天他们家经济 可以经历这样的翻转 走出那个困境 真的是当他的妻子 愿意悔改转向神的时候 他们是不是早早地 保得了神的慈爱 再一次拍手吧 荣耀归给神 所以这是摩西告诉我们的 第二个祷告 我们要早早地转向神 我们悔改转向神 就能够经历到神的慈爱 阿们吗 我们可以越早去经历神的慈爱 让我们在这个 无常虚空的人生当中 我们可以依然有喜乐 摩西的第三个祷告是什么 摩西的第三个祷告是 祷告神可以明白受苦的意义 使受苦可以成为将来的喜乐 十五节说 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 和我们遭难的年岁 叫我们喜乐 人生当中都有遭遇苦难的时刻 即便信耶稣会不会有高山低谷 还是会有 而且大部分的苦难也是没有答案的 而且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故事 你也很难从别人身上的 那个苦难去找到答案 对吗 因为每个人的故事是不一样的 但一个敬畏神的人 知道神不仅是我们喜乐祝福的答案 神也是我们苦难的终极答案 神是我们苦难的终极答案 没有神的许可 圣经上说我们连一根头发都怎么样 都不会掉 因此我们在苦难中 我们要祷告神 使我们明白受苦的意义 以及去学到我们人生该学的功课 祷告神可以调整我们的眼光 祂可以使我们从神的眼光 去看苦难 我们就会看见苦难的意义 那会为我们将来带来喜乐 所以我们要从神的眼光 在我们在祷告当中 我们可以从神的眼光 下一章 去看苦难 就可以看见苦难的意义 你知道神的眼光帮助我们学习 从另一个角度去看苦难 在QT里面有一篇文章 有一个牧师就用他自己的见证来说明 他说那种没有痛觉的疾病 你往往是很难以在早期被发现的 因为你根本没感觉 所以你不知道你已经有一些状况 所以也很难及时地被治疗 他说这种疾病 事实上就相当的危险 他就提到他自己 在几年前 他们教会有一个长老是医生 那个医生就帮牧师做健康检查 就做完健康检查 看他的健康检查报告之后 那个医生 那个长老医生就打电话给牧师 叫说你跟你的家人赶快到医院来 然后他们到医院去之后 这个长老就跟他说 你那个主动脉有三个分支 跟你的心脏在连结 可是在检查当中发现 你已经其中有一个分支 已经有三分之二的血管是阻塞的 三分之二的血管是阻塞 照理讲血管阻塞到这种程度 一般人可能会有气转 或是体力不滞的状况 可是他说他当时 完全没有感觉到任何的不舒服 甚至他说在那段期间 他还礼拜一的早晨 固定都会去做运动 还不是随便的运动 他会去爬山 甚至骑四个小时的脚踏车 可是他说他完全感觉不到 任何的不舒服 所以这个牧师说 换句话说 他患的是无痛的心肌梗塞 这危不危险 很危险你都不知道有问题 你以为没事 等到有一天他阻塞起来 就糟糕了 对吗 所以它很危险 幸好这个长老医生 帮他们做健康检查 有检查到 所以立刻安排他 住进医院里面手术 在他心脏里面装个支架 在他血管里面装个支架 所以这个牧师就体悟到说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 痛苦有时候可以说 是一种祝福 对吗 它让你知道你的身体 有出一些状况 特别是他说 如果能够让我们发现 自己的罪 或自己属灵光景的痛苦 那更可以说是一种什么 极大的祝福 那像我过去工作上 我也经历到过 很多的苦难跟磨练 当下也的确是很辛苦难耗 可是当我回头 我在看那段时日 它对我来说 真的是有很大的 属灵的意义 它帮助我在信心上去操练 让我可以去培养我的耐性 让我可以去跟人沟通 那都成为我之后服事上 一个很好的养分 让我可以在面对困难的时候 更知道怎么去倚靠神跟等候神 所以亲爱弟兄姐妹 如果你现在正在受苦 你要向神祷告 求神让你明白受苦的意义 这会成为你将来的喜乐 我们在祷告中 调整我们的眼光 让我们从神的眼光 去看苦难的时候 就会看见苦难的意义 祂会为我们的生命带来祝福 我们来看摩西最后的祷告 在16到17节这边说 这是摩西最后的祷告 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 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 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 这是摩西最后祷告的愿望 我们看摩西他年轻的时候 想要靠自己的能力 那时候40岁 学了埃及王宫中的一切学问 体力也很好 想要靠了自己的能力 来完成他的呼召 来解救他的同胞以色列人 最后是怎么样 失败收场 对吗 在挫败中逃到旷野 就在他几乎要对自己完全放弃的时候 神却呼召了他 他经历到神的能力 他只凭着一根杖 神给他的那一根杖 就胜过了法老 神借了他施行食灾 让他可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可是当他正准备进入迦南地 应许之地的时候 他一时间又动了血气 又犯了一个小错 同样是拿那根杖去击打了磐石 让他又没有办法进入一生他所梦想的迦南地 最后必须交棒给约书亚 由他的约书亚来完成这个任务 所以我想对摩西来讲 他很清楚 凭着自己血气所做的 真的都是不好的 对吗 真的都是不好的 生命最终还是在什么 神的作为 神的荣耀 跟神的能力 而不在于自己 从摩西这个最后不完美的人生 提醒了我们什么 事实上提醒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人生最重要的是过程 而不在于结果 摩西最终没有进入迦南地 那个结果从人来看是很遗憾的 但是如果你明白 人生的不会完美 人生不会完美的 你就会知道生命事实上 最重要的是过程 而不是当下的结果 从当下的结果来看 摩西好像是一个失败者 没有进入迦南地 可是你看摩西的一生 有没有充满神的恩典 有摩西的一生 充满了神的恩典 从神的眼光来看 摩西也并没有失败 他忠实地去执行完他的任务 你看到新约的时候 耶稣在变相山显出荣耀的时候 有两个旧约的人物出现 和耶稣对话 其中一位就是谁 就是摩西 他是律法跟先知的代表 另外耶稣本身 也是我们一个最好的榜样 拿破仑是18、19世纪的 法国的政治家 军事家 跟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皇帝 只要在他人生失败 他最后被囚在 那个圣赫勒岛的时候 他开始看圣经 开始认识这一位 生命跟历史的主宰 耶稣基督的时候 拿破仑曾经讲过一段话 他说我统帅过千军万马 有好几个国家都被我征服了 人们都要向我欢呼 可是如今呢 他说如今没有人在承认我了 也没有人在跟从我了 甚至连一个小兵都可以藐视他 连一个小兵都可以藐视他 可是他说你看那个犹太人的木匠耶稣 他从来没有带兵打过仗 他却征服了全世界 他已经死了好久了 可是跟随他的人怎么样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他说真是不可思议 世界的成功只是短暂虚空的 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肯定被当时的人认为是一个什么 失败者 对吗 可是他实际上是按着父神的旨意 完成了救恩计划的高峰 他从实力复活高升 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力 一直到今天帮我们在座的各位 对吗 他一直在产生那个影响力 所以亲爱弟兄姐妹 当我们太在意当下的成功 在在意从世界的标准来看的成功的时候 太目标导向的人 你很容易会错过人生 你会因为结果而否定了生命的过程 生命像是旅行 你到过哪里不是重点 重点是在这趟旅行的过程当中 你是否走在神的心意当中 你是否经历神的作为 荣耀跟能力 所以摩西在十七节后半 最后的祷告那边说 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 我们手所做的功 愿你坚立 这是摩西最后的一个祷告 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 神会坚立代表着 这是不是合神心意的 当然是合神心意的 也就是你要做在神的心意当中 行走在神的心意当中 做神要你做的 然后好好的做神 现在要你做的工作 至于结果呢 就交在神的手中 不要用世界的成功失败标准来定论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今天的信息当中 我们看到摩西对人生的体悟 人生真的是一个短暂 无常虚空痛苦的人生 但是在这个短暂无常虚空痛苦的人生当中 我们要像摩西一样 学会这四个祷告 第一个你要知道怎么样去 数算自己的日子 你要从神永恒的眼光 来看你当下的作为 你当下要做出的选择 这才是重要的 如果你摆错了目标 摆错了方向 可能只是像摩西前面的叹息 所精花的就是什么 劳苦愁烦 转眼成空 所以我们要学习从永恒的眼光 来数算自己的日子 第二个要早早的保得神的慈爱 我们人越早的悔改 就可以越早的去保得神的慈爱 在这个短暂无常 痛苦空虚的人生当中 我们仍然可以因着神的慈爱 神的恩典而怎么样 一生一世欢呼喜乐 第三个 我们要在苦难之中 找到苦难的意义 我们要向神祷告 从神的眼光中 我们明白受苦的意义 让我们可以去学到 我们要学的功课 这会成为我们将来的祝福 第四个 让我们要明白 人生的过程比结果更加的重要 你在过程当中 最重要的是 你能走在神的心意当中 经历神的荣耀 神的能力 神的作为 不要用世界成功的标准 那么在意当下的成功失败 要在意的是 过程当中 是不是走在神的心意当中 人的一生短暂无常 虚空充满苦难 每个人都需要在这不完美的人生中 认识神 跟认识神的恩典 如果今天一个人不认识神 不认识神的恩典 你真的会感觉 你自己的一生 好像活在神的震怒当中 对吗 就是充满了劳苦 就是充满了重担 就是充满了短暂无常 你会觉得你好像活在神的震怒当中 你对生命充满了愤怒 没有盼望 结果是什么 你错过了生命中 那个神的恩典 你会错过 当一个人认识神 即使人生是不完美的 我们仍然可以在不完美的人生当中 看见神的恩典 不论最终的结果如何 但肯定可以让这趟人生的旅程 充满了喜乐 恩典 惊喜 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来回应我们的神 我们来回应我们的神 我一时弃描 助住 祢的恩典 相逢在祢大难的海中 耶稣我敬拜你 我紧握在祢面前 唯有你是我一切 我爱不你我主我生救赎了天 耶稣我活着为你 来等待你我生 全心惊叹你奇妙恩典 我先上赞美我站立尽畏 耶稣我活着为你 来等待你我生 全心惊叹你奇妙恩典 我先上赞美我站立尽畏 各位弟兄姐妹 人生的现实就真的如同摩西在叹息中的领悟 是那样的短暂 无常 痛苦 虚空 事情的发展常常不如我们所愿 生命中充满着劳苦重担 有时候每天好像很忙 但是在夜深人静中思量的时候 又常常不知道是为何而忙 事实上人的问题最根本 是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 我们不认识神不承认有神 当我们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 导致我们看事情的价值观 就会开始产生偏差扭曲 就会开始导致到很多中的这些痛苦产生 我们本来就是上帝所创造的 我们生命的意义跟我们生命的蓝图 都只有那位创造主才清楚 摩西的祷告提醒我们 你要知道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从神永恒的眼光 来看我们当下所做的事情跟决定 你要从神的眼光去看苦难 明白那个苦难的意义 从这当中去学习到神要你学的 人生的功课 以及人生最重要你要知道是那个过程 我们是否走在神的心意当中 而不是从世界的标准成功来看结果 来论成败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想我们当中大部分 我们都是信了耶稣的 但我们是不是还在用一些世界的价值观 从一些自私的角度在看事情 在面对苦难 甚至在追寻那些世界的成功呢 求神帮助我们 不是等到八十岁才有这样的体悟 而是现在我们就要思想 并且学习像摩西这样的祷告 在这不完美的人生当中 看见跟经历上帝的恩典 在短暂虚空的人生当中 我们可以持续抓住那永恒的意义 好不好 我们一起为我们自己来祷告 为我们自己的生命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同生的开口来祷告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今天借着摩西的诗歌诗篇 让我们有更深的思想 人的一生 本来就是面对这些无常短暂痛苦虚空 因为我们被这个世界已经被罪所扭曲了 但是我们已经信了耶稣 我们是神的百姓 我们不要再随从世界的价值观 不要再从世界的眼光 而是我们要像学习像摩西一样 我们要从神的眼光 来数算我们自己的认识 让我们知道我们当下的作为 我们要做的绝对 也让我们在人生的苦难当中 可以从神的眼光 敏感受苦的意义 我们不是只是在一直抱怨而已 而是可以学到神要我们所学的功课 主啊我们更可以从 主啊神的眼光我们明白 人生最重要的是那个过程 不是在于结果 我们要问的是在每个过程当中 我们是不是都可以走在神的心意当中 主啊你帮助我们 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在这样学习的当中 我们可以在这个不完美的人生当中 我们可以依然 我们可以经历到神的恩典 我们可以经历到神的慈爱 主啊今天你对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来说话 主啊你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来说话 让我们都回转向你 让我们单单的来挑望你 单单的来信靠你 谢谢主求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 我们手所做的功求你建立 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恩典的名求 阿们 摩西的祷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要早早的悔改转向神 我们才能够承认我们要承认自己是不行的 我们转向神才能够去经历神的慈爱 在这个不完美的人生当中 我们可以经历到神的恩典 这个世界的不完美短暂那个虚空重担 都是因为人的罪的问题而引起的 才造成上帝的创造扭曲 但上帝并没有把我们撇在这边 而是上帝为我们开了一条新的道路 但是我们需要转向他 我们要承认我们靠自己是不行 我们悔改转向神 我们才能够走在神的祝福的道路上 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 有没有人是还没有信耶稣的 好不好 我请大家都把我们的眼睛闭上 在我们当中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 你还在靠你自己去追寻 去掌控你的人生吗 你还在按着自己的自私贪婪野心的欲望 去追逐那些世界的成功目标吗 你到最后一定会发现 到最后追逐的那 不过就是像摩西所讲的 你所惊花的 不过是劳苦愁烦 转眼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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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飞而去 但是今天 你来到这里 我相信绝对不是偶然的 因为创造你的上帝 是给你生命气息的上帝 他在对你说话 他希望你可以早早的来转向他 来回到他慈爱的道路上 让你在这个短暂无常虚空的人生当中 你可以经历到上帝的慈爱 经历到上帝的作为 上帝不是要你一生都活在 痛苦虚空重担当中 上帝要你早早保得神的慈爱 他要你一生一世 可以欢呼喜乐 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 有没有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 把我们的眼睛闭上 如果你今天愿意相信耶稣 你今天愿意转向神 让你可以去找找保得神的慈爱 我邀请你当我数到三的时候 你把你的手举起来 用这个简单的举手的动作 来表达你的相信 就是这么简单一个相信的动作 它还会带来你一生的改变 我邀请在我们当中 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 我数到三 要相信耶稣的就把手举起来 我们都把眼睛闭上 一 二 三 有没有人要相信耶稣的 我看到有人举手了 后面也有人举手了 感谢主 还有没有人要相信耶稣的 勇敢的举起来 我又看到旁边也有人举手了 你是为你自己而举的 你是为你自己的生命渴望改变 你渴望认识这位创造你的主 你渴望在无常虚空的人生当中 能够找到你人生的意义跟方向的 勇敢的举起手来 还有没有人要信耶稣的 今天是你的机会 是耶稣在寻找你 还有没有人要相信耶稣的 勇敢的把你的手举起来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我们拍手把荣耀归给神 我邀请这些举手的弟兄姐妹 我们要带你做一个祷告 你要很认真的看待这个祷告 你要相信当你做完这个祷告 耶稣要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 你的生命要开始不一样 你会看见你人生的盼望 你会去经历神的慈爱 我们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念一句 跟着我一起念一句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今天来到你的面前 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 靠着我自己没有办法解决 我生命中罪的问题 靠着我自己没有办法解决 生命中罪的问题 但是我今天愿意回转向神 我相信耶稣基督是独一的真神 是上帝所差派来的救主 祂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 第三天复活 我愿意打开我的心 邀请耶稣基督进入到我的生命当中 成为我生命的救主 成为我生命的主 来引领我人生的方向 我可以早早保得神的慈爱 谢谢主 我这样子祷告 事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阿们 拍手把荣耀归给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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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叹息中的领悟 我们更是要学习摩西的祷告 让我们在我们一生短暂的年日里 我们可以一直走在你的心意当中 我们从神的眼光来数算我们的日子 我们可以在苦难中看见你要我们学习的功课 主啊我们可以早早保得你的慈爱 让我们一生一世可以欢呼喜乐 主啊一位今天决志举手的弟兄姐妹来祷告 他们一次的相信 一生的得救 在基督里要成为新造的人 谢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恩典的名求 阿们拍手把荣耀归给神 拍手把荣耀归给神 你怎么会参照 而且在座耀归给神 带你得救 祂都不在买 这一切都不在乱 你怎么可能 在座耀归给神 快走 快走 快走